到了節目最後一個部份的時間 現在由特首到問責局長 都可能會杯葛這個選舉 除了建制派之外 極有理由相信中央吹雞 真的全部所有的人 一干人肯 奴才跪低 所有的人都要跪低 是不是表态了 有十多二十萬公務員 有本事叫所有公務員 不要去投票 我覺得這是很可恥的一件事 譬如香港有政黨政治 有執政黨那種 作為一個執政黨 你面對反對派的挑戰 在一些行常性的選舉裡面 你當然要鼓動人們去投票 投你自己執政黨的票 那就很正常 你又不是執政黨 你是一個行政主導的政府 接著有一班親政府的 這些立法會議員 政黨等等 你已經是大 即使說已經是兇了 好了 我們有五個議員 辭職化一次補選 然後補選 我們認為是來做一個 變相的公民投票 就這個政改 就香港政制的發展 盡快實現真補選 廢除功能組別 最好是2012年有雙補選 這個議題 就是讓香港人自己去做一個決定 通過一個這樣的投票 你說你們搞公投 我不投 但是 你現在幫我辦理的是補選 你不應該呼籲那些人去參加 這個補選的嗎 反過來 進公民的責任的嗎 帶頭 行政長官 以及這些問責局長 我說那些問責局長一定不會去投票 那天他被人看到又被人拍到之後 你明白嗎 現在比當年 即是港英時代 你入百貨公司被人拍到一張照片 你很糟糕 你不用升職 是吧 不准回大陸 不准去台灣 那時候的公務員 現在真的挺像 不過就是 那時候 對付共產黨 怕共產黨 你現在對付這幾個手無穿鐵 這兩個黨 最小的黨 在民主派裡面 是吧 你都要用這一招 是吧 你現在這個政府 你看回全世界 任何的 不要說民主的國家 一些是開發 剛剛開始有這個民主政制的地區 我相信 你查歷史 從沒有一個地區政府的首長 在一個選舉裡面 會叫人民不要去投票 他沒有說他自己不去投票 他在某個程度上 他有呼籲 信息帶來都是 他有呼籲那些人不去的 是負面的 相對地 我不支持這件事 他基本上是對整個制度的一種侮辱來的 因為整個代議政制的精神 就是透過那個投票表達一個議員 就是多的支持的 就勝出 這個是民意的一個顯示 是吧 投票的結果 就決定那個制度的民意的代表性 很清楚的喔 如果這個制度整個精神 是建基於那個人民投票 在一個理性和自由的情況之下 作出一個選擇、一個決定 你這個不同的政治理念 有些候選人出來 第一 現在有哪些人出來 都未作最後決定 未知啦 是不是 你現在這些親中的團體 你現在是民建聯啦 公聯會啊 自由黨這些 說不出來而已 其他的 你不要理會他的背景啦 都可能有其他人會出來參與這個選舉的嘛 對那些人都不公道的 你這個選舉 喂 你都未開始啊 那個選舉的工程都未開始 那個選舉提名都未開始 你都未知道哪幾個人會參與這個選舉 你就基於阿爺一句說話 說這個辭職是挑戰基本法 都沒有說違反基本法啊 你現在作為一個特首 以及你作為一個政務局的局長 竟然就在一個選舉裡面 作出這麼負面的說話呢 這個完全是非理性 以及呢 是完全就回這個代議政制 整個的原則 以及基礎呢 是動搖的哦 所以是一個絕對百分之一百錯誤的判斷 以及一個錯誤的立場 我想那個不是一個判斷來的啦 那個完全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一個命令 一個動作啦 當然這個動作是很醜怪啦 就是一個民主政治之恥啦 也是香港的羞恥啦 是不是 當然他們可能會有一個錯誤的判斷 以為經過這樣搞了之後呢 就令到這些五居公投 那個投票率就極低啦 因為那些建制派已經不參選 那些人已經擔心這個投票率低啦 跟著政府再出埋口術啦 是不是 但是他又很矛盾的哦 他自己又要扮你補選 你夠僵就不要扮你補選啦 等這個職位元兇啦 元兇到2012年啦 夠不夠膽啦 你爭鑫拳 給個天你做膽你不夠膽啦 你不如聽劉賴強說啦 這個是違憲的 扮你補選 是不是 那你不要搞啦 夠不夠膽就找一條法律出來 是不是 不要撥款啦 不要那麼... 喂 又不要怕死啦 把財委會撥啦 幹嘛要包裹那個 財政預算案來撥這塊錢呢 你夠吉士的夠膽的 我挑戰你 不要撥款 或者送去財委會 等財委會通過不了 等我們沒辦法去參加補選 苗羅幫主 你突然提醒我 很大可能隨時 找一隻貢狗 入高院 說選舉是違憲 然後人大立即釋法 都可以的 這個也是一個辦法 為什麼不行 喂 上一次我這個司法覆下 那個兩年五年的問題 幾快釋法啦 是不是 同樣可以的 你三月來了開會 然後三月立即定調 找個人入...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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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大主動釋法啦 不用找... 共狗啦 我們找個人都可以的 嘩 我們沒理由說我自己違法 是不是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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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人大主動可以釋法啦 就說你這個... 所謂這個... 五區公投這個補選是違憲 違反這個... 基本法 就不讓你參選 其實我們都不用... 喂... 我們都不用... 喂... 可能不能選啊 我們都不用... 是好玩的 一個這樣的... 五區公投運動 被人跟你玩 搞到你雞飛狗條 是不是 然後呢 醜態不勞 是不是 照妖鏡 所以你問我 我現在... 唉... 選不選 幫主... 我越想越大機會 剛才我那個理據 還是你現在提醒他 不... 因為你看回連串的思路 剛才你剛才講到這個問題 但你真的進不了違憲 為什麼進不了 譚慧珠講了 譚慧珠講了違憲 違什麼憲 有五個議員辭職 然後要補選違憲 公投嘛 你見到... 你說公投 你見到... 你見到連串的行為 特別... 特首這麼早已經講明 叫人不要投票 喂... 我一個競選口號 就叫做違憲 那就是言論入罪 精神嘛 你精神違憲 喂... 共產黨什麼不行啊 大佬 劉曉波都十一年啊 你一直都定位 是一個實質的一個補選 我們就通過這個補選 產生一個變相公投的考驗 最近這個多月 他早前有講補選 他最近已經沒有講補選了 最近他都不斷說這個是公投 我們不會參與這個公投 他們不斷吹風說這個是公投 說這個是公投 包括特首又成嘛 這個是公投 他不會理解 他真的有說 他其實不斷說 他是在只能 他不斷說 感谢观看